根据从台湾产业链放出的最新消息 VC-SCL明年将迎来苹果公司一份更大的垂直枪面发射激光器订单 消息人士指出订单量的过大表明 苹果将会把面容ID这个功能覆盖到自家的更多产品当中 报道称新一代iPad预计会在2018年3月份发布 面容ID功能将率先使用在新iPad Pro上 并且新iPad Pro将会采用全面屏 同时取消传统的Home键的设计方案 配置方面则将会搭载A11X Bionic芯片 同时内建M11鞋处理器和NPU 整体看上去可谓是非常的强悍 但这么大的全面屏 想象一下这家伙掉地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散网关注V9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